我對於跳仰的期待是 其實兩歲的孩子你就可以使用跳仰 所以其實你才兩歲 小朋友就是最發展的黃金期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小朋友有什麼優勢能力 他有什麼劣勢能力 然後我可以怎麼樣帶他 可以把他做得最好 我目前得到的一些資訊是 有些兩歲或是三歲就開始的小朋友 然後他是一直穩定使用 譬如說他是做五六七足的 他小朋友的天賦的保存度非常非常高 我幾乎可以確定 這個小朋友他長大之後 或是他根本還不用長大 他的天才會很明顯的被發現 就是他那個天賦跟優勢是很明顯 很明顯的強烈的存在的 對那這就是天才 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做最棒的自己 你把你的天賦跟特色管好 做到最好 然後讓自己的天賦特色 可以很自在很自信的使用 然後旁邊的人也都很喜歡 對喜歡你發滾的樣子 這就是做最棒的自己 那我相信越來越多孩子 有辦法做到這樣最棒的自己 我相信我們 整個集體社會 我相信那絕對是 我很期待那個樣子 對就是很美麗很美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